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 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桑德森撰写的旁观者效应 副标题是 好人为什么冷眼旁观 相信大家如果经常关注社会新闻 就会时不时看到这样令人心痛的消息 在一些公共场合的灾难性突发事件中 现场虽然人山人海 但那些遭遇了危险或者困境的当事人 却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与救援 旁观者对当事人的痛苦 仿佛采取一种势不关己的态度 每当看到这种新闻 大家都会义愤填膺 指责有关部门不作为 或者怪罪于围观者的自私与冷漠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本书作者桑德森 是一位资深社会心理学家 而他研究的核心领域 正是社会规范对于人类行为模式的影响 在本书中 他着重阐述的观点是 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之所以在他人遭遇危难时 拒绝挺身而出 并不能简单归结于自私冷漠 而是我们自身的决策机制 产生某种本能性的误判 再加上外部环境施加了特定的影响 两者共同导致的结果 当然 桑德森也强调 旁观者现象 必须引发我们的高度警惕 因为如果袖手旁观 任其泛滥 最终必将严重损害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 摧毁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道德基础 而我们每个人 都是社会的一员 归根结底 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就是互助与合作 帮助有困难的人 就是帮助未来某个时刻的我们自己 接下来 我就分三个部分 为你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旁观者效应这个概念是如何诞生的 以及心理学家对引发他的心理机制 和外部环境因素 进行了怎样的研究和分析 而在第二部分中 我们在追随桑德森的叙述 来了解下 在群体公共环境中 人为什么会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 而选择作恶 这种赋予积极性的群体破坏行动 和消极性的旁观行动 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只有了解了他们的运行机制 我们才有可能制定出相应的预防和解决方案 最后 在第三部分中 我们再来听听 桑德森对于消除冷漠旁观与群体作恶现象 营造积极连结 友善互助的社会共同体 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与方案 旁观者效应这个心理学概念 之所以出现 源于1964年发生在纽约的一起凶杀案 一个名叫吉诺维斯的年轻女性 在自己的公寓门口惨遭杀害 值得注意的是 在被害过程中 吉诺维斯不断地呼救 但公寓大楼内的其他住户表现冷漠 拒绝伸出援手 甚至在凶手离开后很长一段时间 吉诺维斯还在血泊中挣扎的时候 也没有人下楼加以救助或者报警 为什么当公共场合发生违背法律与社会道德事件时 人们往往会选择袖手旁观 这种旁观者效应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 最先进行研究 并且试图给出答案的 是两位来自纽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 一个叫达利 一个叫拉塔内 他们最初的结论是 人们如果认为 自己是可能提供援助的唯一人选 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下 就可能更倾向于建议勇为 反过来说 人数密集的公共场合或者群体环境 则会产生了一种责任稀释效应 每个人都会觉得 自己不出手 肯定会有别人出手 而且这些人和自己相比 更有勇气 更有意愿 更具备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或者其他资源 为了证明这一点 达利和拉塔内精心设计了一个心理学实验 内容并不复杂 他们找来一群大学生志愿者 每个人都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 用一台对讲机和其他人联系 这时候 暗藏在志愿者中 自称叫约翰的工作人员 会通过对讲机向其他人呼救 说自己感到极度不适 可能是自己的癫痫要发作了 随后 坐在监控器后面的达利和拉塔内 就会开始观察志愿者的反应 在实验中 两位心理学家发现 只要改变一个设置 这些志愿者挺身而出 建议勇为的几率 就会大幅度变化 简单来说就是 所有的志愿者被分成了两个对照组 第一组志愿者被告知 他们大家可以通过对讲机 彼此自由联系 每个人在对讲机里的讲话 都能被其他所有人听到 而第二组志愿者呢 他们会被工作人员分别告知 约翰的对讲机有故障 所以约翰说的话 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够收到 这种精心设计的结果就是 第一组志愿者 只有31%的人 在听到约翰呼救后 离开了房间 去帮助约翰 或者通知工作人员 而第二组 也就是那些认为自己是 唯一能够帮助约翰的志愿者 有85%的人 在听到呼叫后 第一时间采取了行动 离开了房间去探望约翰 或者向工作人员呼救 这个实验结果 有力地证明了 达利和拉内塔的假设 需要说明的是 两组志愿者大相径庭的态度 也不能用道德水平来解释 因为在实验结束后 无论是哪一组的志愿者 基本都对这位假病人 约翰的状况进行了询问 表示了自己的关切和担忧 这种关切和担忧 并不是假扮的 因为他们都表现出了 明显的生理反应 比如肢体颤抖和出汗 鉴于这种情况 达利和拉内塔提出了第二个假设 那些没有立刻离开房间 去帮助约翰的志愿者 一方面是因为责任息事效应而迟疑 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不是立刻就打定主意 拒绝帮助他人 而是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 说白了就是内心在纠结 处于一种可去又可不去的状态 不去吧 自己内心的道德自律感要求自己行动 去吧 但是一连串实际的考量又浮上心头 说到这里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在公共空间里 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感受到 这种责任息事效应 从而不同程度上削弱了自己帮助他人的意愿 当大多数人的消极旁观集合在一起 那么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 运行秩序和道德基础 产生严重的损害 达利和拉塔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社会懈怠 它是旁观者效应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简单来说 社会懈怠就是 当处于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中时 人往往就会偷懒 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 因为他们感觉参与的人数太多 所以自己出力与否 对总体结果影响不大 在这里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就会让你有更加直接的理解 话说有一个小镇 几乎家家都有葡萄园 酿葡萄酒 而到了新年 这个小镇的习俗就是每家出一瓶 今年自己酿的最好的酒 然后汇集在一个巨大的酒桶里 大家一边聚餐一边享用 但是有一年 某一家就多了一个新眼 说咱们家的酒质量在镇上是数得着的 为什么每年都要把自己的家酿奉献出去 和别家那些质量不如咱们家的酒混在一起呢 还不如自己喝了 咱们用瓶子装上白开水倒进去 反正大家也喝不出来 这样做了之后 这家人又抑制不住自己的得意 悄悄把这个偷奸耍滑的主意 告诉了自家的亲朋好友 于是消息慢慢地传播开 每年新年聚餐上的这桶酒 品质是越来越差 最终有一年 人们打开酒桶上的龙头 流出来的 是纯纯的白水 现场的每个人 都羞愧得无敌自容 在本书中 作者桑德森 也举了很多现实中的案例 来说明社会懈怠一旦发生 会如何像滚雪球一样 产生越来越大的破坏力 比如 美国普渡大学 是美国大学体育联盟名校 在各类大学体育赛事中 成绩都不错 于是 普渡大学就做过一项研究 发现在一些集体类项目 比如游泳接力赛里 如果在赛后 只宣布团体总成绩 那么一段时间后 运动员的个人成绩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导致这种情况的 就是社会懈怠 优秀的运动员 感觉自己的拼搏和突出成绩 没有被彰显出来 普通运动员觉得 即使自己在比赛里滑水 也不会对总成绩 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所以 根据这项心理学研究 普渡大学游泳队就改变了策略 每次比赛后 同时会公布整个参赛队的总成绩 和每个运动员的单人成绩 这样一来 运动队里的社会懈怠 就被有效地制止 整个游泳队的成绩 也有了明显的回升与提高 当然了 从社会角度看 一个人在社会场景中 所做的决策与行动 同时也受制于自身 对于外部信息的收集判断 以及决策行动 带来的损失与收益预期 在本书中 作者桑德森 就总结出了两个 导致旁观者效应 让在场围观群众迟疑不决 不敢出手的外部原因 第一个就是信息不充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能在新闻中看过 这样啼笑皆非的事情 男女两口子在公共场合 发生争执 甚至激化到了 发生肢体冲突的地步 这时候有个路人 以为两人是陌生人 本质建议勇为的精神 上前劝阻 结果冲突的两口子 选择一致对外 对劝阻的路人进行了殴打 类似的事件经过媒体的迅速传播 就让这样一种观念 在公众的认知里锚定下来 那就是搞不清楚情况 就不要多管闲事 以免自己落入一种 社交尴尬的境地 接下来 第二个让旁观者惆怅 不敢出面的外部原因 叫做成本过高 说白了就是 考虑到建议勇为之后 可能导致的成本 或者损失 自己压根无力承担 所以旁观者最终选择了揭没 在社会新闻中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 比如有人建议勇为 受了伤 但因为当时当地的奖励 救助办法不完善 必须要靠社会募捐 才能筹措治疗费用 或更有甚者 有时候 建议勇为者 还要受到受助者的讹诈 比如有人扶起路上摔倒的老人 反而被老人只认为撞人 从而不得不借助执法机关的调查 才能还自己一个清白 所以 我们有时候甚至能听到 这样的消息 有些家长会明确教育自己的孩子说 在公共场合 要保持警惕 不要去贸然帮助他人 因为帮助他人 不太安全 还可能引发一连串的不利后果 诸如法律纠纷 以及财产与名誉受损等等 所以 本书作者桑德森说 人在做出行动决策前 都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如果成本大于收益 那么就会罢手 这条定律 在我们评估是否去帮助他人时 一样会起效 所以说 如果整个社会不能提出总体性的解决方案 有效控制建议勇为者面临的风险 和付出的成本 那么旁观者效应 只会越发泛滥 正所谓 一枚硬币都会有相互一存 不可分割的两面 为了更全面地解释旁观者效应 心理学家们不仅要研究 人为什么会在群体环境下 不肯对他人伸出援手 也要研究下这种行为的对立面 为什么在群体环境下 人为什么会违背自己的本性 去做伤害他人 有备于社会工序良俗的事情 有个认知科学研究专家 叫西卡拉 他在麻省理工认知与脑科学系读博士的时候 做过一个实验 用来测试人在独处和群体环境中 认知与决策行为到底有什么不同 西卡拉之所以想了解这个真相 是因为他自己也是一起公共场合群体霸凌事件的受害者 有一次 他和丈夫去纽约看美国职业棒球联赛 主场作战的是纽约本地的棒球队 杨基队 但西卡拉的丈夫偏偏是客队 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迷 戴了一顶红袜队的棒球帽 由于红袜队是杨基队的死对头 结果 两口子就遭到了坐在周围杨基队球迷的起哄和辱骂 为了给自己丈夫解围 西卡拉把棒球帽戴到了自己头上 心想 这些杨基球迷应该会对女士客气一点 没想到 辱骂的人更多了 而且此语更加不堪入耳 甚至有很多杨基女球迷也参与了进来 有了这次惨痛的经历 西卡拉决定把群体环境如何改变人的行为决策与认知 作为自己一段时间内研究的主要方向 西卡拉设计的这个实验很简单 就是找一群志愿者 让这同一群人在两种不同的场景下玩电子游戏 一种是大家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一起玩 另一种场景 是让他们单独在分隔的房间里一个人玩 无论在哪种环境里 有两个固定环节是不变的 那就是在志愿者玩游戏的时候 都会头部植入电击 连接到一台和磁共振以上 第二 工作人员会不断在他们眼前展示一些卡片 卡片写的都是一些关于个人行为的评价 都是以你作为开头 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和褒贬 B 你曾经从和室友合用的公共冰箱里偷食物 很鸡贼 或者你在街上撞了人都不道歉 真差劲 诸如此类 西卡拉设计这个实验的目的 就是要找出 在群体环境和单独环境下 志愿者的大脑活动 究竟有哪些差别 结果 西卡拉发现 如果志愿者处于独自玩游戏的状态 当他们注意到卡片上的信息时 大脑中的一个特殊部分 内测前额叶皮层 就会明显活跃起来 而如果志愿者是在和其他人一起玩 那么内测前额叶皮层的活跃度 就会明显下降 这个内测前额叶皮层是负责什么的呢 就是专门负责人类针对自己的各类状态 进行评估 我的精神透好不好 身体疲劳不疲劳 我对自己的行为抉择满意不满意 诸如此类 所以 夏拉得出了一个结论 当处于群体环境时 我们就倾向于忽略自己的感受 停止从我们自身角度来进行认知 决策与价值判断 说白了就是 哪怕是内心道德水准比较高 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工序良俗的人 如果身处一个约束宽松 甚至价值导向比较负面的群体环境下 那么做坏事 伤害他人的可能性也迅速增长 那么处于群体状态下的人 他们的认知决策和价值判断会被什么外来因素主导呢 作者桑德森说 首先是群体中的权威 这个得到听书已经在很多相关著作中提过 案例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和耶鲁电击实验 证明群体环境中 人比较容易丧失自己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力 而盲从于权威人物的指挥调遣 这种现象还有个专门的词汇 叫牧群效应 如果把处于群体环境中的人比作一群羊 那么群体中的权威人物 就是领头羊或者牧羊犬 可以引导羊乖乖地遵从自己指示的方向前进